议中大音乐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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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大家 身体今天这个音乐专业和奏业系统 这个系统就是我们特地准备给中大的同学 使他们更多及知究竟做音乐的可能性 阳盛 特別高興 就是搶到陳家晴博士 做我們今次的訪問嘉賓 我在2003年就在香港大畢業 那時候其實是沙克 好像現在我們的疫症 整個香港都很黑暗 我不可以說黑暗 很迷惘的那些人 我們那屆畢業的同學都說 做什麼好 我就決定了繼續去開書 重修 那時候打算做醫學者 所以讀的是音樂學系 在英國讀完之後 又覺得其實英國的人都很厲害 我未見到那裡都有 我都發言成了 那就是發言成了香港 那我到達到香港的時候 我老師就是男人的前音樂老師 我叫黃彥芳老師 他就說我打算退休了 那機緣口合他就打電話給我 問我有沒有興趣 所以在2006年我就回到來做音樂老師 其實因為很多學校都是一個音樂老師 因為他們有一個音樂老師 很多時候你開會自己就是自己開 跟著學校有慶典活動 你又要要準備安排一些的動學演出 有時你有些的創府活動 你又是要去幫手參與 再者就是我們同時的學生樂節,比賽,這些是暴雨的時間去做 所以都確實是挺辛苦,時間非常需求很大 我想大部分學校的音樂老師都一是合唱團,一是樂團 如果他的背景是合唱的,順利成章做馬合唱 他本身是一個拉樂器的人,或者吹奏樂器的人 他同時都會自己製作樂隊 另外那些可能是外聘導師 說到外聘導師的時候,你就一定少得以樂器派 如果你少學的時候,就更加學 身為音樂科技能,你就要負責去找合適的導師 然後整個招聘過程,Draft Contract,這些是很繁盛的 我覺得挑戰其實是幾樣的 比如在老師和學生的互動,我自己覺得現在的學生會很挑戰性 很挑戰性,很critical,我用這個字 他會問為什麼,如果我們還抱著一些舊式的方法 你很肯定先做了 很難跟學生建立一些比較親密的關係 而沒有了這些親密的關係,其實那種信任 你在教導方面都是有點疾愛的 所以我覺得,首先一個天賤就是你自己有開放的心 還有你是要up to date 你對社會發生的事情,對互聯謀上發生的事情 都是觸覺性很高的 譬如有時有些學生在音樂堂結束,他自己在那裡彈幾個日本動漫歌曲 他就問你認識不認識的 他說,我不認識的,你教我吧 他就很開心地跟我說,如果你說不要彈這些,這些都不對,不合有的 他們就會覺得你這麼老套的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天賤就是你自己要有學生的心去接受一些新事物 你要明白就是這個世代的音樂不斷的演變 而第二件事就是跟同事之間在工作環境裡面的定位 一間學校只有一個音樂老師而已 有些同事或者同工,其他學校的老師 他們會有一個感覺是爭之緣的 就說,那些小孩的時間一定要練習,不讓他練習 但我在這裡沒有這些東西 因為那個小孩有自由選擇權 就是他這個時間需要做些什麼,讓他自己引導他自己 所以就會牽涉在你跟同事的相處 如果跟同事相處融合,人際關係好 那到學校來搞音樂活動,都很順利 音樂活動,學校的需求有很多 就算是宗教學校,有黎薩,有我們叫做崇拜 如果不是宗教學校,也可能有一些畢業禮 有些開放人 其實這些也是你說,你個人沒有其他的時間 他額外去擺放多一些東西在自己的網上 這是第一個成績 你第一,你自己個人的一些經歷可以和他分享 避免他做了一些,可能走過於網路 第二,我在其他他的師兄身上,又看到一些其他的機會 我可以將這些東西分享 同事關係比較親密的時候,他的信任度會比較高 很開心就是很多時候,分了以後 反而繼續大家的友情可以升旺 譬如有些去到外國讀音樂 最近很多是興女德國,有一個去到芬蘭 他們在讀的時候都會說,原來在那裏讀,學的東西跟香港會有幾個不同 因為他們的級,可能有五六個同學都會音樂分佈在不同的香港 遠下,有幾個可能是德國,有些分佈 他們自己都會去溝通,就是有什麼不同 而我當中就到我學習了 我會看,原來都會不會這樣教這些東西 我可以考慮在我的課程中試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個教育相長 我會說性格吧,性格一定不會懶惰 如果性格一懶惰的時候,很麻煩 因為真的有很多事情在做 還有,我們說真的六點半年就要起來 比起一般很辛苦 八半年就覺得很辛苦 現在是七點半年就回到學校 所以這時候一定不會懶惰 以及要有 self distance 自律 如果做老师不自律的时候 你在工作里面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这是性格第一 第二样性格就是刚才说的开放性格 以接受新事物 尤其是在21世纪 你今天觉得对不对 可能明天就是做一个理计 所以你没有这个开放性格 没有一个像 Life Found Learning 我们说没读到学到路 经常都说 如果你不是想这样 你也很难在教育界 会有一番选择 我觉得生存还可以 看你生存有很多模式 有很多方法 我觉得大家都希望再进一步 既然在中大我们毕业的时候 都有相当一行的地位 可以再想多一步 如何做一个好的音乐老师 我觉得性格方面 这件事要考虑 很重要 如果我觉得同学是有这样的理想 方向我们是想做音乐老师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要看下 其实香港有中小学 要想一下自己的性格 是适合哪一类型的 我很知道自己的性格 不是太过Caring 所以中学可能 那些同学相对比较需求 是少一些你去关心一些日常的活动 或者是同俗等等 那我就先选中学 第二就是看学校 当然有时候人找工工找人 我们就是说 那一间学校适不适合呢 取决于就是你自己 明不明白那个学校的教育理念 那当然那些人士 我觉得每个地方都会有他人士的特征 但是每间学校的教育理念 跟你自己想的音乐教育 或者你理想的光位 是不是一样呢 那我觉得这个是先权考虑 那如果是密合的 大家混合的 那再看看工作环境 做主的时候 你是否可以跟其他同事交 那你理想一定是交的时候 大家可以很多 很好的回报 但是可能这一件事 十个里面有五个都是交的 那就要知道我怎么做 我们的倾向 尤其是做艺术 很多时候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你不会很不觉意地 就放在人家身上 但是未必是人家的要求 都一样很高 有些人希望 教书都是做一个工作 然后可能有家庭生活 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觉得 自己想好自己之后 都要尊重 那在工作环境里面 就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在介绍工作的时候 第一个都是 看学校的发展 理念 合不合自己 之后 再在职场中 再慢慢看 究竟同事 等等 教不教 主要读些什么呢 我们本科读了音乐 其实现在香港教育 也是主科全教 那学校的音乐老师 当然 要音乐毕业 私外 重要是有一个教育文靠 那我想中大 港大 浸大 很多大专业 本地的 都有提供这个教育文靠 那大家可以考虑就是 做着教师 跟着 如果有学校请 先去补读 可能要两年的兼读课程 那或者你是 我已经始至做教师了 我一毕业立刻去补读 那一年时间去做 那大家可以考虑 那我觉得在一个教育课程里面 可以学到就是 很多 入到学校做实习的时候 和自己理想的 你以前看着的音乐老师做事 是有几大的差别 所以这也是很好的课程 我自己在华人里面 做合上指揮 就是令潘进来的时候去做 但是那时候也不太会自己 那当时我的音乐老师退休 也有跟我说过 不如去上指揮过程 那他就介绍了几个指揮给我 学一些基本的指揮技巧 那几个指揮 都是一些 orgestral conductor 也叫做 乐情指揮 那相对学的东西 都是基本的 打拍 演绎等等 那人生里面 很顺畅的 接着又遇到 唐世伟教授 我想 可能阿正教授都知道 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合上指揮 那他没有很多机会 我去学 如何指一些合上调 上台 来教我 甚至就是每一年 我们学生莫指揮之前 都会特意抽时间 来看我们的合上调 和我指揮 那在旁边就给很多意见 那可能有很多人会不喜欢 有些老师就说 喂 不要在旁边说 我要个尊严的 要在那些学生面前 但是我自己觉得 是对我来说 不是的 反而我可以让学生见到 就是 就算我是他们的老师 我都需要学习 因为有个再厉害的大师在那里 那所以我们在过去十年 我们经常去海外比赛 或者他们演出 请海外的教授来 我都很希望那些教授 当年他说我 可以怎样去领导 而那些同学见到 又真的不同了 一个老师的工作 那我自己有学 在他们前面有学 还有很多时暑期 我都会参加海外的指揮过程 过去那十年 但是你说我的指揮道路 其实都是一直这样成长 到现在 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不行的 很多指揮的技巧 我也有待改善 我也是这样的说 所以 比同学的中架 都是牵卑 可能是牵卑 这两个字是很好 就算我是 可能已经是个月博士 但是我觉得自己 还是一个白纸 多少点东西 不要白纸一张 但是 一定要继续学习 一个是16年 我去加拿大 B.C. 省 B.C.省 我们中文店 它有个叫Cadalmine 的地方 那个地方其实叫做Power River 我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 但是它搞那个合唱节 搞了三十多年 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是host family 参加的人 不需要给部门费 host family 就包了食宿 之余呢 它是吸引很多不同地区 不同州 世界各种州 有非洲 有澳洲 等等 而在那次的比赛 我们第一次 不是在一个concert方面的比赛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在香港 经常以为 比赛一定在文化中心 音乐厅 大会堂 acoustic很好 我去到那里 Power River 这个地方呢 是theater 来的 加一些acoustic shell 对你一个大挑战 你的功力少 你的声音是 扔不出去 而我有很多的同学 其实年纪都比较小 那变成了那次比赛到达之后 我的训练 即是要转训训练 方法 方针 是令到同学 是不怕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而可以一起去唱出来 那结果这个方针 是很 怎么说 我们赢了那次的中拳赛 那中拳赛 那中拳赛 也很开心 他会有一个图屯 一个图屯署 送到香港 图屯署 有一个人在高级的 现在摆在校围 某一个地方 那见证着 就是两地的文化厄 这个很 每次经过图屯署 都会勾起来 而第二个 日着深刻的比赛 就是一百年 去补充 那补充 那补充 我们可能听过这个词 我都是香港人 或者补充 本身很出名 就是个歌舞团 原来去到才知道 补充歌舞团 全是女班 里面那些的男角 全部都是女士班 这个歌舞团 多次到 就是搞合唱节 搞了三十四年 这个合唱节 是很高奖金 所以我第二次难忘的经历 就是赢取奖金 拿了这个总管军之后 那我们有一本很高奉 一本很高奉的奖金 接着 那些同学 每人我们答应 给回一万日圆 他们吃东西 他们说 不如剩下点钱 给回学校 资助我们这么多次去表演比赛 那一刻很感动 就是这个 我据说 可能那些同学说的时候 很无心 或者很敢说出来 但我记得现在 会为这个 是很开心的 我的作品主要都是合唱作品 在无论中大之前 在演艺学研究了两年的 Factual Diploma 那时候就会合唱和其他器乐 那时候开始 就将合唱作品 放在自己的合唱团 演出 原因都是受到 麦教授和盧大师 那两位前辈就是 如果你有自己的合唱团 你很认识他的声音 你可以创造给你自己熟悉的声音 而且你知道他的能力是最理想的 等于一个创作人 知道那个演奏者 他将会是演奏演奏 而他创作的事情 会来到真龙岗 所以在2008年开始 我就多了创作给自己的合唱团 而每年的夏姐音乐节 我们的学界盛史 我都会为合唱团唱到一至三十个曲 有混声 有鞋谈声 有时可以比赛 也会的 有时跟上海 和台湾 和不同地区的合唱团交流 我都会创造一些特别的角落 所以我自己很开心 就是可以把这个技巧 真实地用在我自己的环境 当然也有试过 作给香儀 有其他瑞典的合唱团 也有 但是那个感觉 有点 revolved 例如 不知道香儀的 和我唱的时候会怎样 我虽然会看了几次 如果在学校 你每天跟他练 你见着那个制成品 慢慢慢慢 要听就好了 这是我自己最感动的地方 时间是真的辛苦的 例如我们7点半就起床 然后8点半就开始上堂 便没有在每日的空堂 你没可能上厕 很多时候 联合唱团 已经是晚上6点半至7点 我通常会服用点点 8点钟再开始上厕 到晚上12点才去学校 有时周末 讀讀博士那几年,一周六天都是处理博士的过程 因为除了作课,我自己也有掌教授和艾墨教授的理论分析课堂 要交功课,要看读书 所以那几年,这周六天根本上都没有了 幸好有个选格,坦白说,做教师有个好的选格 让自己去追课和完成自己的论文 所以天下的事情都是这么辛苦的了 我说是黄天不符合商人 除此你有恒心,你都可以接到时间出来 这件事其实也有一个演员 在2009年,我收到一个电话 就是前前的华人音乐老师,刚刚去年过世 他叫李德坤老师,他做了一个协会 我叫做香港音乐浪众协会 做了执行委员会的副主席一段时间 他已经退休了 但他都会不忙地说 陈佳熹,你有些时间,你都证明不了几年了 不如你去每个都帮首选 做执行委员会的会员先 我都听他说了,他就算了 在2009年开始就进入了执行委员会 处理音乐节,可能是合唱、读唱等 一些项目 我开会的时候都兼顾一下会务份 可能在1、2、1、3年 有声音就说,不如你做副会长 因为可能开会的时候,我会表达很多东西 我都很开心 大家都觉得有些新意见会好的 那我就尝试了 去到去年,疫症开始了 结果有一些难关 可能大家都听过 接下来要取消 要因为疫症 这个时候他都需要人去帮忙 去带领 所以我都决定了 一起帮忙去帮忙 去带动会员 希望透过疫症做一个转机 然后再发展会员的新的会面 所以都做了主节的崗位年期 头头尾尾在议会都十年 我觉得这个会员是很难走的路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对会的认识比较很深 只是搞英王借朗 还不知赚很多钱 但是首先澄清一下 会员是没有钱赚的 因为所有的营业 我们三年三年去以前加价 这场租是香港的租金价格很贵 评判的钱算是少的 这场租价格很贵 根本上都是平衡 我们都会平衡 很希望大家都会明白到 浪众协会到现在 都是很努力 很坚持就是 要有一个高质素的比赛名牌 给香港的学生 在浪众音乐方面的发展 我们为什么坚持请海外药监管呢? 中文朗众就难了 中文朗众真的难 但是英文朗众和音乐都请海外药监管 就是因为 香港如果我们常常请我们那批导师 专家 可能会缺乏一些外面的一些新思维 我们的学生其实得罪就少了 他们已经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出国去演出 如果我们可以带一些外面的professional 对学生来说就是一个特征 而且那百几个部门费 当然不能够遮蓋所有东西 教育局的资助也有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会赚很多钱 其实真的没有钱 我们是做义工的 大家都很有心 疫症 浪众节也有6万多人参加 音乐节也有4万多人参加 加上也有10万多人 已经没有了一些情绪 我们没有了集中 没有了合唱剧 没有了bocus track 都继续到这个人数 所以这一件事我想 在座很多读音乐的人 从小时候都参加过 我读读音乐节也参加过 现在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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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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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擺放在某個角度的雲端 協會都是一路做一路學 希望大家都兩屆 我想全世界都沒有一個這麼大型的學校比賽 我們每年平時是三十幾萬人參加 哪裏有這樣的地方會有這麼大型的平台 去給這些同學做交易 我們找到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去做這個自己的交易 但同時我們都會在前方 在這個疫情過後 我們會不會有新的項目 大家都習慣錄影交一些的演出 會不會有這些category 我們可以用錄影的模式去交 促進了可能我們物理上 人體上 地理上是不能去做一個合奏 但透過互聯網或者IT 會不會有些category 一些比賽項目可以做這個 未知 但我們不斷在想一些新的東西 會不會有更多人 locked到一些新的項目 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們不斷在拍攝 我們不斷在拍攝 取得一個最好的